党政焦点来关心国民党紧追行政院长陈建仁借调所引发的收入争议 立委王宏威喊话将提案修改卸任正副总统李玉金 从现行总统每个月25万副总统每个月18万调降为7万5 过去年金改革为了安抚军公教 时任副总统的陈建仁强行表示 总统告诉他卸任后李玉将比照一般的公务员退休金到7万5千元共体时间 如今也要说到做到 而陈建仁今天也表示会尊重立法院审议结果 接场隔魁四大任务之一就是要振兴产业经济 陈建仁中午马上来到欧雄跟企业座谈 不过国民党立委马上对陈建仁出招 首先就是要大坎副总统卸任李玉金 要让正副总统的退休李玉金 把它向下修正共体时间 我把它调成7万5 现行制度卸任总统每月可领25万 副总统则是18万 而2017年正值年金改革修法 时任召集人的副总统陈建仁为了安抚军公教 曾透露总统告诉他 以后李玉条例就是领一般的公务员退休金 大約是7万5千元 民党立委刘舍芳也曾提案 要求一致调降到8万块 同党包含吴秉锐、罗志正 苏巧会等28人连数 如今却没下文 信誓旦旦这样温暖的喊话 要跟军公教构提时间 我愿意成全陈建仁 院长求仁得仁 对于一个刚进入立法院来的立法委员 我们真的要提醒他 少做这种膝盖反应的立法倡议 但是针对他个人式的立法 其实完全毫无实意 虽然陈建仁早就主动放弃副总统退职李玉 修法后也不受影响 但出任格魁却是自中研院戒调 被职一卸任后 仁可领中研院特聘研究员49万元高薪 总统副总统李玉京的审议呢 我们当然是要尊重立法院审议的结果 王宏万立院记者会首秀 瞄准成建仁而来 但就怕这大刀一挥也砍斗自己人 还要看党内有无共事 记者黄明洪春博台报道